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始终挂怀着一个教访司的官纪周妙同 一心想为他赎身 但朝中无人兜里没钱 迟迟无法付诸于行动闹心 三弟金一川用的是双咽绣春刀 刀法急速明快 凡事都听从两个哥哥的 他年少时曾经是陆林人 犯过命案 杀死了追捕他的锦衣卫 冒名顶替混入锦衣卫 他这个秘密始终被师兄丁修抓在手里 没事就跑出来管他要钱 别提多闹心了 总体来说这三个儿就是差钱 我觉得差钱的江湖才是真正的江湖 有血有肉有温度的江湖 以前看到片子 大侠也不送利也不做买卖 一吃饭别急丢一块颜色拿些花去 钱是哪来的呀 存是扯毒的啊 无论何时何地 钱永远都是生活的主题 也永远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所以这三个老铁差钱没毛病啊 接着说电影 魏忠贤新任东厂提督 他的义子大太监赵敬忠总领东厂 这一日赵敬忠来访仅一位政府四衙门 命令三兄弟去取魏忠贤的性命 说是皇上的意思 三人领着自己的部下一路风雨兼程 在运城县追到了魏忠贤的大队人马 魏忠贤全情朝野八年之久 手底下聚敛钱财无数 这一次去奉养守陵 一路上无数凶险 雇佣了很多江湖上的打手 兄弟三人趁着雨夜 摸到了魏忠贤下大的客栈 老二审恋要用号剑聚集手下 但是被大哥给阻止了 老二啊 咱们这号子没盐子没路子 靠的就是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就得抓住啊 这个杀魏忠贤的功劳得是咱们的 沈恋和金西川一听 大哥有这个心思也不好反驳 于是三人杀入客栈 老大和老三低等打手 老二沈恋去刺杀魏忠贤 大太监魏忠贤不是啥都不懂的招老头 他跟沈恋好好讲一下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你们仨杀了我 必定遭到燕党的疯狂报复 你们仨必死 你们仨不杀我 我把桌子上的400两黄金全给你们 到时候我假死 你们也有钱花了 何乐不为呢 同志们呐 400两黄金呐 相当于现在的最少几千万呐 这仨人干几辈子也挣不出这些钱呐 这时候沈恋脑海中 回想起牛叔的尊尊教诲 人生能有几回拨 此时不拨何时拨 难道你要窝窝当当的活一辈子吗 他一再的控制控制 客栈二楼起火 三人带回一具骄尸 沈恋私自放走了魏忠贤 老大和老三并不知道 大太监照镜中一看尸体 便知道这是假的 他来到郊外面见魏忠贤 实际上他本身就是燕党 一心想除掉魏忠贤 就是怕自己暴露 但是很失望 并没有弄死 魏忠贤对他许诺 只要杀了神恋 他便离开明朝 从此以后赵镜中 你不用担心自己的燕党身份暴露 于是赵镜中便生出一条毒计 要灭掉三人 朱察院御史 严配为乃金刀门门人 手下篡养了几十个门客 各个都是身手高强的豺狼虎豹 赵镜中给他扣上燕党的大帽子 让锦衣费前去捉拿 百户长孔连岁已经被买通了 他在那里勾引兄弟三人上钩 谁能抓住严配为 大公一件官生一击 老二审恋是一再地阻止大哥出头 但是卢健兴就怕这几个字 官生一击 他老娘天天在家问 你咋还没生官呢 他本身就是大孝子 不忍心老娘天天操心 再说他们是锦衣费 还没抓人能有啥事啊 于是就率先出头要去抓人 那老二和老三一看不去也不行了 兄弟三人远远的低估了 百户长孔连岁的卑鄙程度 严配为自知不是燕党 坦坦荡荡要跟三人回击一位 没想到门外有人突放冷箭 一下射死了严配为 这种情况就是裤兜子里抹黄泥 不是实也是实啊 兄弟三人和严配为的门人 大战到一起 可谓是九死一生 最终杀出严府 经过这件事沉恋直到 恐怕是自己放走魏忠贤惹下的祸端 于是就找到百户长孔连岁 给了他三百两银子 威逼利诱之下 要将兄弟三人调往南京任职 并且要让大哥卢健兴升为百户 孔连岁在这种威胁下 满口地答应下来 转头便把这件事告诉了 顶头上司韩大人 当天夜里韩大人设宴 明面上恭喜卢健兴升为百户 暗地里却讽刺卢健兴 你本来的功劳已经到了百户了 还花三百两银子走关系干啥呀 你这三百两银子是干哪来的 韩大人一直怀疑 兄弟三人收钱放走了卫中贤 这一下更坐实了 戏台上唱的是临冲夜奔 伴随着唱词 韩大人告诉众人 三天后开关验尸 此时此刻 大哥卢健兴心中明白 恐怕老二是把卫中贤给放了 要不哪来的三百两银子呀 回到家中之后 沈恋向大哥和三弟坦白了 这件事错在我 是我贪图钱财 把卫中贤给放了 你们把我送去衙门吧 不能连累你们 卢健兴哪能让兄弟送死 啥也别说了 谁都不用死 咱们跑吧 于是三人兵分散路 各自收拾自己的行囊包裹 打点好自己的后事 准备上演一出 临冲夜奔 大哥卢健兴 顾车拉着自己的老娘 安顿在城外 发现身后始终坠着探子 于是便折返回城中 找到探子 跟他们一起回到衙门请罪 他心里只有老娘和兄弟们 现在老娘已经送走 放走卫中贤 这件事必须有一个背勾的人 那这个人便是我卢健兴 二哥审恋心中 只有那个教坊私的官绩 周妙虫 这个周妙虫不简单 他本来是一个官宦子弟 从小娇生惯养 十二岁的时候 父亲犯了事 他被下放到教坊私当官绩 碰巧 那个前去抄家的正式审恋 所以周妙虫心里 对审恋是又恨又怕 他们俩根本不是情投意合 就在他们默默积极谈心的时候 大太监赵敬中 领着人杀上门来 这赵敬中功夫了得 手中一杆亮音枪 虎虎生风 我就发现了 这一个个的太监 咋都会无功呢 看短时间内无法建功 直接把枪手指向的妙虫姑娘 沈恋舍身挡住银枪 这一下算是把妙虫姑娘给感动了 他心中忽然想起了牛叔的教导 这辈子谁能替你挡枪啊 遇到这种男人就嫁了吧 沈恋勃然大怒 敢动我女人 一脚将赵敬中踢到楼下 拖着受伤的肩膀 背起姑娘往处走 三弟金一川这边 他也有一个心爱的女人 医馆小护士张燕 白天已经做过一次道别了 本以为今生有可能不会再电 又见到了 他师哥丁修 受到大太监赵敬中的收买 要干掉金一川 他抓住张燕 你心爱的女人在我手里 你就还是不救 在医馆内 两个同门师兄弟碰头了 一番打斗之后 金一川果然打不过师兄 丁修行走江湖 我行我素 什么都不在意 唯一在意的可能就是这个死地了 他还在感叹师兄弟 二人感情的时候 受到了火枪手的攻击 金一川一把推开师兄 自己重担身亡 当夜审问卢建兴 卢建兴一口咬定 此事与他人无关 自己一个人扛下来了 第二天卢建兴被斩首 至此兄弟三人 只活下来审恋一人 大太监赵敬中 怕事情败露 一枪扎死了魏忠贤 自己向着关外的达子 黄太极投奔而去 影片的最后是 审恋丁修组团 追杀赵敬中 替兄弟报仇 二人跟着赵敬中的队伍 来到关外 在白话林内实行击击 与此同时 黄太极派出的人马 前来接应 丁修操着苗刀 大哥的断石绣顺刀 后用三弟的双眼绣顺刀 显然赵敬中的枪法 更强一些 一枪扎到了神殿的肾上 但是他可能忘了 神殿还有一个肾 他用自己的绣顺刀 一刀扎死了赵敬中 结果呢 这个害死两兄弟的 罪魁祸首 丁修这边武功高握 把那十几个打子都砍死了 俩人眼神一对 相视一笑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沈恋去找妙童姑娘和张燕姑娘 从此以后 他们过上了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 本片完 卢建兴说过一句话 像咱们这号人 没沿着没路子 靠的就是机会 机会来了就得抓住 他以为抓住机会 他们就可能翻身 其实在体制内混的人 早就应该明白 机会永远不会给 没钱没关系的人 如果像他们这种人 遇到机会 那肯定是陷阱 他们这种人 不会有机会 大太监赵敬中 直接跟沈恋坦白了 要魏忠贤死的是他 而不是皇上 所以无论最后 魏忠贤死还是不死 他们兄弟三人都必死 身处乱世 少有人能全身而退 太老实 要死 不自恋力 也要死 坐以待毙 或者放手一搏 可能最后都是殊途同归 一手打游师献给大家 锦衣三兄弟 情笔手足尖 凡鱼砧板肉 誓死把身翻 蛤蟆瞎蹦的 湖中水面弯 不过 娄伊尔哪敢做神仙 很多人在关注着 牛叔的减肥情况 有很多人在化学生 诅咒牛叔减不下来 你们放心吧 男神正在彗星般崛起 谁也拦不住我 关注我的订阅号 最近有动态更新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